北极探险家 李姬八岁了 他很聪明 并且有着大大的梦想 曾经他想做消防员 他总是在头上戴头盔 他还试着用胶皮管练习喷水 而事实上他也喝了很多水 有一段时间他还对车感兴趣 他想做一名赛车手 在沿着车道跑的时候 他用嘴发出引擎的声音 他可以说出每一辆经过的车的型号 在那段时间里 他总是坐在车的副驾驶的位置上 因为他想学习如何开车 有一天 李姬对他的父亲说 爸爸 我长大后想做北极探险家 他的爸爸并不吃惊 毕竟 李姬曾经想过做消防员 赛车手 超人 画家 甚至芭蕾舞演员 可以 李姬 但是你要知道 北极是很冷的 爸爸说 李姬想了一会儿 住在北极会很辛苦吗 他问 是的 你要忍受严寒 还记得北极熊的照片吗 在他们周围 我们看到了什么 爸爸问 冰和水 李姬回答 没错 北极太冷了 所以冰永远不会融化 哇 那么爸爸 我想立刻开始训练 但是需要你的帮助 李姬说 没问题 我怎么帮你 你每个星期 要多给我五美金的零用钱 李姬说 那样为什么能帮你训练 爸爸问 有了那笔钱 李姬解释道 我就可以买冰淇淋 来适应严寒了